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高维旭 时间半到11点 由我为各位做一个看盘解盘 然后跟投资朋友说明 行情路况应该往上往下 还是要去做一个修正 这个方向的一些看法 那讲大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9月份的美国公债殖利率 我替投资朋友去做追踪 9月份有9个交易日 连续占上3%以上 从3.05一直爬升到 3.05然后10月份 3.15 18个交易连续上涨 占上3%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 在21个交易连续上涨3%以上的时候 涨幅是缩小的 涨幅是缩小 历史一定会重演 重点是你也没有继续 当时的教训 当时的教训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2018年1月19号的新闻 中国跟日本减持美债 当时中国日本减持美债 造成当时的美国债券殖利率 将来3%以上 投资朋友看一下 当时的历史环境在这边 冬立年前后啊 因为美国殖利率的往3%靠拢 击杀一段 击杀一段 好 刚刚我给投资朋友看 9月到10月的美国殖利率公债 升级公债又往3%以上去做一个靠拢 对不对 今天新闻出来了 2018年10月18号 中国大卖美债 今年抛售198亿 所以历史是不是会重演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一波下来 也是一个很重灾区 1200点的跌幅 好 那我们回头来看 既然历史会重演 可是操作会不一样 投资朋友操作会不一样 当时会建议清空股票吧 因为当时很多股票都在高档 延续了前一年的涨势都在高档 所以当时你要去做一个清空股票 好 回来看 会不会历史重演 我先讲大盘的路况方向 会不会变一个急拉的状态 几乎是一个逼转的状态 有没有这个条件 跟投资朋友报告 以目前来看的话 并没有这样一个马上B型反转的条件 虽然路况是往上的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上涨的幅度 上涨的幅度 你必须去看一下 美国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它会不会降到3%以下 至少把这个疑虑暂时解除 但是以目前来看 现在美国公債殖利率 10年期公債殖利率 还在3%以上 只是有涨幅缩减而已 说缓而已 所以相对的 我认为台北股市涨幅 反弹的幅度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 好 这是大盘路况的方向 跟投资朋友去做一个说明 好 再来呢 既然我没办法做个B型反转 可是操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刚刚说过了 当时在农历年前后 发生之后 你要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当时的股票 占在农历年前 其实涨了一段了 有三成五成 有些股票甚至涨了一倍了 所以当时你必须去卖股票 必须去卖股票 可是现阶段 从6月的分水嶺以后 从6月分水嶺以后 内支系统撤出 很多股票是从6月开始 做一个回答 即便大盘有下有上 有下有上有下有上有下 有小幅的往上 但是大部分的各股族群 基本上都回到一个 所谓的起涨点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说 今年11月份到12月份 操作它是个扭曲的 即便发生的原因 就是美国升级工站 往上升 造成了从一年前 下跌1000点 今年这几个交易日 9月26号到10月11号 下跌1200点 原因是一样 可是个股的操作不一样 因为个股当时的位阶 在不同位阶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很多的股票 是在下跌当中 你要回来去做一个波段性的 一个心态的一个操作 先有波段的一个心态的操作 短线再去找好的进出点 好的机会点 为什么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因为未来第四季 你能不能再做一个资产 投资投报率再增加 是非常重要的三个月 非常重要三个月 明年的事情我们明年再说 但是我们一直看到这今年第四季 一定要先做一个预作准备的保护 是吧 好 但是所有的前提一定是 有没有请你在 9月26号告诉你行情要往下 让你避开1200点 请你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没有清空 至少也请你做解码 保留大量现金 我相信这几天的节目 我都有在拿我的传真稿举例给投资朋友 去做一个说明 今天我就不再花时间提出证据了 我有资格跟投资朋友报告 从高点因为有卖 1107点有卖 在11月11号最低点的 当天全市场哀鸿遍野的 破了1万点在9740 我可以告诉投资朋友 短线路况反弹 当时要买什么 要买股票 因为你高档11000点要买股票 下来我才有资格告诉你 应该要进股票了 应该要进股票了 好 那有什么股票 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今天会花一点时间在讲 我认为看好的股票的内容 看好股票的内容 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因为你在交易的当下 你除了看懂行情路况 你必须要拟定一个好的交易策略 你必须要拟定一个好的交易策略 不然你没有拟定好的交易策略 你会做一个 跟方向不一致的交易动作 哇 那你的损失会大 投资朋友 当时2月份 今年2月份你有卖股票都是对的 不管你卖得早还是卖得晚 只要你有卖都对 可是这一波在击杀的过程当中 2月份击杀的过程当中 不管你什么时候卖 你卖得都对 因为当时的股价位置非常的高 可是这一波下来 击杀到最后你卖股票 继续去放空的话 你会被咬到 你会受伤 就不是在卖股票 所以说 现在投资朋友慢慢会感觉到 我跟你说为什么交易它是一个很扭曲的 虽然行情路况往下 可是为什么要偏多操作 因为个股的位阶不一样 个股的位阶不一样 你做错方向 你砍错股票 你的今年的投报率 就会不一样 就会不一样 回到之前 重点是11000点 我有叫你卖股票 有告诉你行情路况往下 10月11号9740点 我告诉你要买股票 有机会会反弹 但是反弹幅度要看盘面上的 盘面上的内容 以及国外的 美国共在殖利率的解读 这些所有东西我都讲在前面了 我都已经讲到前面了 那现在也都在印证当中 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股票 我认为你要有机会 你会有机会的 我是给我们看一下 加金 3016的加金 我把它印出来 给投资朋友去看一下 还可以看一下 以前波的高点来说 它是走了5波 1 2 3 4 5 有机会 而且投资朋友看一下 它领先大盘去做一个补缺口 这很重要 它领先大盘做一个补缺口之后 会做一个反弹 反弹ABC 这个幅度 一旦这个反弹幅度出来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状况 三层 四层 五层 我们都很有机会 都很有机会可以抓得到它 到重点来 为什么会跟你说明 今年的四地世界的操作会不一样 投资朋友来看一下 我们看3.16加金好了 4月底 5月初起涨吧 投资朋友看一下 他盘整了一段时间 从5月7号开始起涨 可是他从2月开始盘整 开始盘整 是吧 从5月开始起涨 当时是37块 一路涨到93块 为什么 当时为什么可以涨得这么快又急 一波直接一直往上涨 为什么 是因为它的营收 它的成长率 是叫去年增加的 是叫去年增加的 好 我们回头来看一件事情 当股价跌到之前的几乎的起涨点 投资朋友看到了没有 现阶段是不是之前的起涨点 今年5月7号的起涨点 是吧 在5月7号的起涨点 它是技术面回到了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说 据波段上涨的几率和条件 怎样的条件 营收 回来看营收吧 投资朋友看一下营收 加进营收 5月 成长30% 5月之后继续成长 到9月成长的5成 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没有 现在是 之前这一波回档 是内置系统在跑掉 从6月高档内置系统测掉 可是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基本面没有改变 因为这就是一个扭曲的操作 这就是一个 我认为波段它有机会的 一个所谓的理由 一个所谓的理由 基本面没有变坏 股价回到之前的起涨点 也没有机会 涨了三成四成 有机会 到时候再看 什么时候介入才是重点 什么时候介入才是重点 但是它是有机会的 这个逻辑 我待会一一会跟投资朋友 举例一些股票 给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解盘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 不再妄计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 不再妄计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 不再妄计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中文字幕志愿 五岁幼儿免学费 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 也有补助吗 念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 补助 一万五千元 哇 哇 你所得七十万元 以下家庭 另有家额补助呢 要去哪里办呢 幼儿园 就可以帮你办 快乐 上学去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高伟旭 我们刚刚说 五票很多都跌回起场点 也没有一样的股票 跟我刚刚跟投资朋友 报告的加金一样 它走完的下跌五波之后 要做一个反弹波 而且还挺先大盘 去做一个回补缺口 先打底的 第一个现象出现 而且营收还在成长 有没有这些股票 有 台面上很多的股票 都具有这样的条件 都具有这样的条件 那我有替投资朋友 找到一些股票 提供给投资朋友 去做一个范例 去做一个范例 告诉你 是为什么操作 第四季你可以反败为胜 因为它是扭曲的 因为它是扭曲的 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 先看合金好了 合金是不是也跌回起场点 几乎跌回起场点 在破之前第二段的起场点 跌到第二段的起场点 投资朋友有没有 至少它已经破了 今年的起场点了 它回到12月的低点 好 我来看一下 合金是不是也是走了 五段 123 投资朋友看这边 12345走五段 要走反弹坡 投资朋友看一下 是不是也补了缺口 是不是也补了缺口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写出来 具有波段上涨的机会和条件 机会是什么 技术面回撤之前的起场点 条件是什么 营收持续的去做一个增长 有没有这个样子 头这边我看一下 从今年的1月成长39% 40% 一路到9月份 开始是49% 59% 等于是60% 50% 60%的成长 营收没有改变 获利的数字也没有改变 并没有 可是股价却跌回了7张点 你觉得它有没有条件 去做一个反弹 甚至反弹之后 再整理 再变成一个波段 有 我认为它是有的 但是前提是 你要先懂得先做一个出场吧 你要先懂得做一个出场 还有没有什么股票 也是如此 有 跟投资朋友一一地说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会跟投资朋友说 为什么操作是扭曲的 有时候我讲操作是扭曲的 有些投资朋友真的是 也听不太懂 股价都跌成这样了 你还叫我说要偏多操作 那我该怎么去做 好 我现在都告诉你该怎么去做 举例子给投资朋友听 加联益 这些都是如此 1 2 3 4 5 投资朋友这种波浪理论 很初六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都看得懂 你都会数 问题不大 重点是 你知道 他有可能会做一个反弹 你敢不敢做进场 拉近看 他是不是也是补了缺口 拉近看 他也是领先大反补缺口 领先大反补缺口 一样 具有波段上涨的机会和条件 怎么说 投资朋友看一下加点1 几乎跌回今年的起涨点 甚至比今年的起涨点还低 可是当时 当时 当时今年 是因为他有接到 明年的苹果的订单吧 所以要看营收也没有成长 投资朋友看一下 营收是不是开始成长了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都是在10%到20%附近 但是9月份直接跳升了 苹果单子应该是有接到的 不然不会跳升 可是投资朋友看 股价当时在4月份的时候 在底部大家不认同 但是率先反应了吧 率先反应 5月份开始起涨 6月起涨 所以当时股价在哪里 在40块附近 一路涨到76块 有倍数的获利的空间 股价现在已经修正了 甚至到今年的12月1月的 相对的低档区的时候 但是营收有上来 营收有上来 这个就具有所谓的 让你第四季反败为胜的 一个条件在 一个条件在 它具有一个波段 它具有一个波段 另外还有没有股票是如此 也有 这些一直我在跟投资朋友 就做一个说明 起迹我认为在5G里面 去具有所谓的电子 要去做一个反攻的一个 具有条件的一个族群 5G的相关概念股 至少在整个产业人间度来看 它不差喔 它没有比细晶元差 它没有比细晶元差 这个部分是比较稳定的 好 所以我只认为5G在大盘 如果要反攻整理之后 要做一个下一波的反攻的话 基本上5G它会 有基本面去做一个支撑 但是如果大盘不幸的 又要再去做一次回撤的时候 这些5G的相关概念股 它也有相当的支撑 第一个是产业人产业面 是好的 人间度是高的 第二个因为大家琢磨的人比较少 之前在6月份之前 1到6月份琢磨5G的人 相对的少喔 相较被动元件相较细晶元少 所以它筹码相对的干净 相对的干净 投资朋友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今年年底起机会慢慢的 回到出现出息的价钱 我觉得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投资朋友看一下 起机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条件 营收 因为前半年营收是不好的 下半年营收开始又慢慢 恢复成长的动能了 很多股票它都跌回所谓的起程点 营收都还在持续 结局做一个增加 成长动能没有减缓 没有减缓 股价又回到起涨点 回撤修正大幅度的修正 大幅度修正之后 就会有所谓的大幅度的反弹 或者是回升 这些是具有机会的 交易我们不要去赚那些迎头小利 要就赚一个波段 要你就要赚一个波段 每天的迎头小利是可以弥补的 因为价差 短线价差交易是可以的 可是真正的要让你财富重分配 你必须忍 你必须要赚波段 在赚波段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忍受它在足底中间的上下的震荡 上下震荡 这是非常重要的 跟投资朋友报告 要赚钱就要赚波段 金像电 ABC下降ABC很快速的走完 所以它具有走5波12345的实力 投资朋友看一下金像电 营收也没有衰退 没有衰退 股价 在银收还没成长之前 是从10块涨到17块 有7成的涨幅 现在跌回7涨点 投资朋友 如果走一个12345 这个想象空间也没有 你要赚就赚这一种大波段的 你要赚就赚这一种大波段的 你看 这个融资很厉害 之前布局增加之后赚了一大波 但是它高档就出掉 所以这段融资是非常聪明的 股价一路修正 它一路减码 重码干不干净 非常的干净 现阶段就是在足底 你必须忍受它的震荡 等到足底完成 开始走五波的时候 就是你 既第四季反败为胜 甚至你在1200 你有避开1200点 认同我跟你说的 航行路况往下 你有避开1200点 你就不是反败为胜了 你就是资产再增加了 你就是资产再增加了 未来这个行情非常的焦灼 非常的难做 反弹的幅度似乎有限 力道不够强 量也出不来 反弹的幅度有限 但是有很多个股 已经领先大盘做足底了 即便行情路况往下 很多股票都跌回今年的起涨点 该做什么交易动作 才是合理的 当然是要偏多操作 怎么会再去放空 要放空 6月份开始回撤的话 至少是7月份 该要放空 我有跟投资朋友说 哪些的行情路况 要留意未知的风险 对不对 你要空的时候 你也是在6月空 7月空吧 8月30号 我跟盘中 跟同事朋友说 8月30号盘中间高点 你要空 你也是8月30号在空 如果你真的要空的话 可是当时我是没有做空的 对不对 7月26号 26号 27号 我跟同事朋友说 路况颠铺 留意未知的风险 后来出现的欧债风暴 对不起 不是后来梦到 土耳其金融风暴 你要空也是这个时候空 7月可以空 8月可以空 9月可以空 但是现在怎么还去做空 一定要回来去做一个 所谓的偏多操作 赚钱要赚大的 不要去赚小的 赚钱要赚大的 不要去赚小的 第四季有机会 赚一个波段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是这么认为 认同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在广告之后 跟我现场助理做联络 你想要改变 决定群在你手上 我看盘解盘的准确度高不高 我相信投资朋友 有这段时间来说 应该都有一些些的想法 跟定见 对你同的投资朋友 欢迎打电话 打电话进来 跟我现场助理做联络 我是高维旭 读到大家操作 顺利 惠利满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功才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功才精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 清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59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清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59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清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59 纳税者权利保护法 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 基本生活费不课税 107年申报106年度 综合所的税时可适用 设置税务专业法庭 落实专业审理 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 协助纳税者进行税均争议沟通及咨询 新法的改革 对全体纳税者的权益保障 绝对是一大要紧 出税正义为你在 顾税人权站起来 当我来到这里 看到每一个学习空间 每一群不放弃的人们 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努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